大义军训太热 买雪糕时偶遇笑草 显然他被雪糕刺客绑架了 站在柜台前 不好意思放回去 又不想花冤枉钱 我灵机一动 撞了下他的斩腰 你不是来那个了吗 快放下 快放下 雪糕是放下了 只是僵持着脸色 怎么比我手上的绿舌头还绿 故事开始 回寝室 我跟室友赵小静吐槽 这笑草怎么还不是好人心呢 他憋笑一会儿 忍不住笑出驴叫 我一拍脑门 糟了 都怪僵持长得太俊美 雌雄莫变 我都忘了他是男孩子了 本想跟学校里的顶级美人 成为好朋友的 每天在身边看着 也赏心悦目啊 眼下闹出这么个乌龙 看样子 我以后只有远远观望的份了 寝室长徐凡大大咧咧开门进屋 你们在说僵持吗 高考成绩第一的是状元 因为长得太帅 抱到第一天 让学姐们堵门口的那个 我跟赵小静点头如捣算 唉 你们只知道僵持是全校第一 怎么就没发现 爸爸我是全校第二啊 果然大家只能记住 第一高峰是珠穆朗马峰 不知道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我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 加油 林烟 这学期一定要把僵持干掉 成为第一 嗶嗶 哨声一响 午休时间结束 我们仨匆匆忙忙起身 用手捋一遍没动过的豆腐块被子 再把长单扯平 一路小跑到操场站队练 我才发现自己忘带帽子了 教官上午刚说过 着装不整齐的要严惩 下午正是大太阳最毒的时候 我的脑袋瞬间嗡嗡的 喂 喂 教官拿起大喇叭 中气十足地喊 我上午说什么了 你们拿我说的话当放屁是不是 没戴帽子的都给我处理 站主席抬前面来 我叹了口气 不情不愿地走出队列 突然一顶帽子从天而降 落在我的脑袋上 我抬起遮住眼睛的帽颜 看见僵持从我身边跑过 没戴帽子 只留下一个潇洒中 带着点少年气的背影 我拖着大一号的帽子 返回队列 眼神却不自觉地往僵持那儿瞟 教官毫无人性地 让没戴帽子的同学 面对着大太阳战君资 还有没有没戴帽子的了 赶紧主动出来 别让我下去揪你 大喇叭质量不大行 突然发出一针刺耳的造明 经得我一哆嗦 帽子差点掉地上 短短几秒 内心经过反复煎熬 我摘下帽子护在怀里 跑到僵持身边 把他的帽子还给他 僵持身边 你的帽子掉了 对我捡到了 本以为他接过帽子回队列就好了 耳边却响起一声一片 不愧是僵持啊 美女宁愿被晒 也要把帽子借你 嗯 不不不 我连忙摆手 你们误会了 帽子真是他的 我只是单纯来送 其他同学却一脸一母笑 嘴角咧到后脑勺 宠溺地看着我跟僵持 不用解释 哥都懂 懂个屁呀 我天 我好歹一直以来 也是被叫过高冷女神的位 怎么可能未帅折腰 主动献殷勤 这要是传出去 别人还怎么看我 简直有失身份 我拽拽僵持的衣角 暗示他 你倒是说话呀 别站在那里不出声 我知道你听见了 僵持却坏笑着弯腰看我 无辜道 说什么 我真是太监娶老婆 我气得是干着急呀 那边干什么呢 赶紧给我站好 文言 大家立马安静下来 僵持把帽子塞进宽松的军训府里 走到我前面 面对着太阳站好 我个子比他矮小结 刚好站在了他留下的阴影里 这个僵持 人好像还蛮不错的嘛 实在太热了 我看着眼前僵持挺拔的身姿 都为他觉得晒 他头上的汗珠顺着耳朵 下恶险 一直流进脖子里 看到我莫名口干舌燥起来 我转移目光 看向远处的青山 一定是太热了 偶尔有风吹过 我就能闻到僵持身上的味道 没有汗臭 反而夹杂着一丝凛冽的清香 下午罚站全靠僵持续大命了 罚站结束 僵持的脸都晒红了 我只是站的腿有些妈妈而已 虽然肤色狂野的僵持 别有一番皮帅风味 但我还是不能接受 白白嫩嫩的僵持 变成第二个古天乐 我跑回宿舍 拿防晒喷雾 面膜还有晒后修复给他 谢谢你 你本来不用跟我一起罚站的 僵持接过东西 笑着说 那你就这么暴打我 嗯 难道这还不行 这些东西加起来好几时呢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 早知道当时就该按住他 不让他帮我 我搓搓手 尴尬的笑笑 呵呵 不然我请你吃雪糕刺客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我赶紧捂住嘴巴 就想请普通雪糕的 都怪最近总是雪糕刺客 雪糕刺客的 一下说吐鲁嘴了 僵持歪歪头 贱眉微调 好看的眼睛朝我眨了眨 真的 我含泪点点头 好在僵持还算有良心 去冰柜只拿了两根雪人雪糕 还好心的分我一根 我们俩坐在树下吃雪糕 突然对吃雪糕的方式 发起了激烈的讨论 僵持方认为 雪糕就应该咬着吃 冰茶在嘴里碾碎化开 才是吃雪糕的究竟体验 我方认为 雪糕就应该舔着吃 奶油跟冰融合的分方 应该由舌头先行品味 僵持不下 我们决定 互相用对方的方式试一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僵持只是随意地舔了下 我就愣住了 行了 哥 你还是咬着吃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又红又热 脑子里不断闪过 刚刚他喉解滚动的画面 回到宿舍 两个室友不怀好意地 搂住我命运的咽喉 可以啊你小子 刚军训就勾搭上校草了 我一脸茫然 你们哪只眼睛看出来是我勾搭他的 明明 明明是他勾搭我的好不好 室友拿出手机 点了点在我面前晃晃 好家伙 哪个21天不出气的坏蛋 把我跟姜池的合照发往上的 我赶紧掏出手机一查 照片都是真的 还挺好看 我给姜池送帽子 我给姜池送防晒用品 我给姜池买雪糕 一时间我倒追姜池的帖子 冲上热榜 点赞关注评论的人数 还在迅速飙升 大抵分为两派 一派是吃瓜群众 只要有的磕 就兴高采烈的磕 并不断在眼神小细节里抠糖 眼神出女孩子 就应该主动追爱的支持者 另一派是姜池独美 请林烟保持距离 不要倒贴 然后开始对我进行身材容貌 以及一切羞辱 比如 没看见我们家姜池都不愿意了吗 还上赶着 真不要脸 室友看到消息 立马拿出键盘 帮我激情兑现 我从床上拿下自己的帽子 无奈道 你们看 我是真的没戴帽子 我给姜池送的 真的是他自己的帽子 那现在怎么办 得赶紧澄清一下 我们家林烟 好歹也是校花级别 怎么能被他们这么骂 我刚拍了下我的帽子 准备澄清 室友尖叫道 啊啊啊啊啊啊 姜池澄清了 嗯 他说啥 室友一脸坏笑 夹着嗓子做做道 他说 帽子是我的 奈何某人不领情 只能站前面 帮忙挡挡太阳了 室友学完 一脸乙母笑 嘖嘖嘖 不愧是我们家奄奄 把校草迷得五迷三道的 姜池就差直接说是 他在倒贴了 正主下场就是萌 见来 我要去理直气壮的对线 我弄母嘴 一个字一个字 删掉自己的澄清 第一次被人这么维护 心底里犯上来一丝 不敢声张的甜 等等 什么叫某人不领情 只能站前面 帮忙挡太阳 姜池你是校草 不是绿茶 麻烦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不过比起茶 你还差远了 弟弟 我手指翻飞 打字回复 是我没能理解了 还以为别的妹妹都有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去送的 刚发完就有人点赞 我一看是姜池 心虚的关掉手机 屏幕却突然亮了 是姜池发来的微信好友申请 姜池 没有别的妹妹 我的脸疼那一下就热了 林烟 你脸怎么这么红 干什么呢 赵小静身脑袋过来 想看我手机屏幕 被我塞在身后 没 没什么 嘖嘖嘖 不对劲啊不对劲 一旦错过了 通过好友的最佳时机 就好像什么时候通过 都有点怪怪的 不如半夜通过吧 在姜池睡着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避免当下的聊天 熬到凌晨一点 我实在熬不动了 嗯 这个点应该是睡了 轻轻点击通过好友 下一秒就收到了姜池的消息 呦 妹妹舍得通过好友了 金 她怎么还没睡 吓得我手机差点砸脸上 妹你个大头鬼阿妹 谢谢你今天帮我澄清 笑脸 公事公办 希望能赶紧结束聊天 就这么谢 还想怎么谢 总不能以身相许吧 糟了 我在说什么 想撤回结果 暗成了删除 对面隔了好一会 才发来消息 倒也不是不行 嗯 什么意思 要不要这么勉强啊 我有点生气 没有继续回他 好像感觉到我情绪不对 那边又发消息道 跟你开玩笑的 以后我去操场篮球场的水 你给包了就行 果然是将扒皮 一点都不客气 好的 微笑 妹妹这么晚了还不睡 憋了一晚上的绿茶之神 终于被激怒 我笑着打字回复 怎么 哥哥这是在关心我 说完我立马把手机关机 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再不睡会秃的 这一晚注定睡不好 一会儿梦见江池给我戴帽子 一会儿梦见江池舔着吃雪糕 一会儿又梦见江池穿着 古代青龙女子的粉色衣裙 朝我丢手绢喊我 妹妹来玩啊 不行不行 不能再想了 打开手机 江池果然没回复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竟然有点空落落的 我摇摇头 用水洗了好几遍脸才出门 室友看见我 跟见了鬼一样 我去 林烟你昨天被念小倩 抓去西洋气了吗 黑眼圈这么重 我长叹一口气 想着江池那张妖孽的脸 飞也飞也 那男妖怪比小倩妹子 更是勇猛百倍千倍 突然手机震动 我打开一看 是江池发来的消息 怎么个凶猛法 我一回头 看见江池跟几个男同学 走在我们后面 看见我 他微微一笑 打招呼 其他几个男生也一脸的宠溺 干 江池这个小人 居然偷听闺蜜说小话 为了保持淑女形象 我还是把嘴角勾成大人模样 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拉着室友快速离开 我刚跑出去 这听见江池渐渐的声音 下午军训演习 我是第二个节目 耍军棍 别忘了来给我送水 耍什么军棍 我真想用军体拳棒棒给他两拳 嘴上说的却是 好 我知道了 室友摸了摸我的脑门 林烟 你要是被绑架了 你就眨眨眼 文烟 我疯狂眨把我的卡兹兰大眼睛 赵小静却已经拉着我去买水了 什么是姐妹 她说 快走快走 军棍那个节目 听说帅哥可多了 不愧是帅哥多的节目 周围围的那叫一个水泄不通 不粉男同学 甚至比女同学们还兴奋 好在赵姐威猛 生生把我拽进决战圈 B 随着哨声和指令的下打 耍军棍的同学们整齐滑衣 一阵身法挥舞 不仅好看 还有力度 看得在场的人 不时拍掌叫好 尽管这个军棍组的同学 个个英姿萨爽 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僵持 手长脚长 看起来瘦瘦弱弱 却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 表演结束 大家一窝蜂的冲进去送水 我被后面的人踩着鞋带给绊倒了 手掌滑在操场的沙石上 很疼 等我起身时 僵持已经被团团包围 看着他身边那么多人送水 我转身走了 反正也不差我这一瓶对不对 一定是刚刚摔倒太疼了 所以心里才这么酸的 想着 我拧开矿泉水 咕嘟咕嘟喝了两口 不能浪费 就算僵持不喝 我也可以喝的吗 我水还没咽下去 突然水瓶被人抢走 僵持拿着我喝过的水 大口大口喝 汗水顺着他的脖子 随着喉解的滚动 一直流进领口 这算不算是间接接吻啊 我的脸又热起来 没等我散热结束 僵持腻着光 把我抱起来了 突然离开地面 我下意识抱住他的腰 声音颤抖道 你你你干嘛 笑音用酒精棉 帮我处理手掌里的沙粒 酒精碰到伤口 火辣辣的疼 我额头冒汗 却紧闭双唇 不想发出疼痛的声音 小姑娘还挺勇敢的吗 笑音有些欣赏的开口 我控制肌肉笑了笑回应 眼神一刻不离地盯着伤口 这种伤口不深 却是实打实的皮肉疼 突然眼前一黑 僵持捂住了我的眼睛 不那么勇敢也行 心突然被温柔击中 我想起我爸开车 带着我妈和舅舅 一起接我回家 路上出了车祸 舅妈按着我的脑袋 让我看车祸现场 她说要让我记住 是我害死了他们 那个时候 我多希望有人 能捂住我的眼睛说 不那么勇敢也行 心里的委屈涌上来 竟然湿了眼眶 我吸吸鼻子 想起来一句话 没人管的时候 总是很坚强 别人一安慰 就委屈得不行 僵持也没想到 我会哭吧 她愣住了 但也没有把手拿开 反而等医生处理完 去洗手的时候 站到我面前 挡住我 太丢人了 我要怎么解释 不是疼哭的呀 胡乱的把眼泪 擦在僵持衣服上 后知后觉的丢脸 后来僵持为了逗笑我 说她姑姑是医生 教过她包扎伤口 非要再给我包扎一点 结果就是 我的手被裹得 跟个粽子一样 教官一看 这么严重 下午直接让我回宿舍休息了 真是塞翁失马 胭脂飞幅 在宿舍每每睡了一觉 醒来有点无聊 我走在林荫路上溜弯 刚好高中闺蜜休息 给我打电话 她考了家本地的大学 军训也松得很 就是在自己学校操场的阴凉处 站站军资 走走正步 本来我们要报一所大学的 可惜后来我爸妈出车祸 我就报了离家很远很远的北方大学 听见闺蜜用湘音讲话 突然觉得好亲切 我也大道苦水 吐槽我们学校的军训 简直没人性 把我们扔山沟沟里的基地训练 走到公共浴室附近 我听见了打架声 还有僵持的声音 不会是僵持被人打了吧 我挂断电话 走旁边拿了把扫大街的扫把 心意横 冲上去 僵持 我来救你了 冲到前面 我傻眼了 僵持也愣住了 僵持嘴里叼着半支烟 脚底下踩着一个胖蹲蹲求牢的男生 正准备下拳 缠名震震 我高举的扫把显得有些尴尬 我一个转身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放下扫把假装扫大街 对着干净的路面睁眼说瞎话 今天的路面还挺脏的 呵呵 她在这偷看女生洗澡 僵持低着头解释 听她说完话 我才发现 这里正好是公共浴室的后面 我伸出被包成粽子的手 给僵持点赞 干得漂亮 早知道我也应该打她两扫吧 僵持咬着烟笑得皮里皮气 我下意识问道 你怎么还抽烟啊 僵持文言 把还没抽完的烟掐掉 道歉 我连连摆手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哦 怎么 妹妹这是在关心我 想不到僵持居然用我之前调戏她的方式 调戏我 还挺记仇 军训会报表演结束 我们的军训也就结束了 晚上在营地举办军训晚会 同学们一起混了两周 渐渐熟悉起来 大家围坐在一起 谁想表演谁就上 我跟赵小静属于气氛组 躲后边谁表演都欢呼鼓掌 有表演相声的 有表演魔术的 还有弹吉他的 真除了学习啥都会 气氛正到高潮 一个白衣飘飘 披散头发的女孩走到人群中间 大家好 我叫韩思思 美女一出场 全班都安静了 因为心脏不太好 没能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军训 我很遗憾 晚会上就给大家唱首歌吧 好 不得不说 韩思思的嗓音真的很美妙 唱的又是一首抒情的英文歌 我们底下的人边听边跟着摇晃 如痴如醉 只是有些太抒情了 配上空灵的声音 我一边鼓掌一边打个冷战 寝市长悄悄跟我们摇耳朵 韩思思好漂亮啊 不出意外应该是笑话吧 赵小静摇摇头 你们可别被他单纯的外表给骗了 这个韩思思一看就很有心急 这怎么看都有点那个吧 哦 我跟寝市长四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顶多也就算个小美女 跟姐姐我比还是嫩了点 听说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祝福 但这种福气大家往往不愿意要 赵小静人不如其名的泼辣 他嘚瑟地朝我们抛了个媚眼 把军训短袖在腰下打了个结 露出半截白皙的小西腰 扭搭着走到人群中心 一曲嘟噜嘟噜嘟噜 热舞点燃全场 我跟寝市长瞬间化身小迷媚 啊 姐姐看这里 因为气氛太嗨 吸引了别的班的注意 看的人越来越多 赵小静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准备了一只玫瑰花 叼在嘴上 绕场跑一圈 不管男生女生都疯了一样 希望他把花送给自己 他最后回到我旁边 霸气色漏地把花给我 在一众羡慕嫉妒的眼神中 我高兴得飘飘然 美女姐姐贴贴 因为我们班玩得比较开 别的班都解散了 我们还在嗨 赵小静的热舞 更是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 突然一个男生 从我身后挤进来 冲着赵小静指了指 问我 他就是林烟 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愣了愣 没等我回应 他不耐烦地把外套往地上一扔 冲到舞台中央 来了段拉丁舞 俊男美女 两个人都起舞来 太劲爆了 我正看得入迷 突然被人从后面拽了出去 借着微弱的灯光 我才看清来人是姜池 周围太潮 他只有嘴唇在动 我听不清 歪着脑袋困惑道 啊 你说什么 姜池停下脚步 伸手做喇叭状 弯腰在我耳边轻声说 带你去个好地方 对 说了跟没说一样 可我的耳朵 跟被蜜蜂遮了一样 晕呼呼地热起来 姜池没有抓着我的手 而是抓着我的衣袖 月影下 我们好像在牵手 那一刻 我为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 感到欣喜 姜池拉着我爬了个坡 终于来到一条小河边 我们军训的地方 在山里 和对面是一座小村庄 在网里就是城市了 我正疑惑 姜池带我来这里干嘛 一只萤火虫 晃晃悠悠 从我们眼前飞过 来不及感叹 大片成群的银绿色舞动起来 像是天上的星河 掉落在我眼前 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景象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劲的哇 哇 哇 姜池你快看 这样太好看了吧 我指着远处的萤火虫星河 给姜池 姜池眼睛亮亮的 弯弯的 笑得很好看 可他却没有看向萤火虫 而是看着我说 嗯 是挺好看的 心漏跳一拍 姜池说这话的时候 萤火虫的光都暗淡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 我始终记得 那天姜池看我的眼神 林烟 姜池摸了摸额前的刘海 想要说什么 砰的一声 城市那边居然放起了烟花 一朵两朵 盛放在夜空 一切都这样巧合 仿佛是在为我们军训结束庆祝 很快 同学就顺着烟花 找到我们这个最佳观看地 只有姜池不太开心 我问他 姜池 你刚刚想说什么 姜池把脚下的石子踹进河里 纷纷道 没什么 下次再说吧 突然人群骚动 有学医的吗 有人倒下了 我跟姜池闻言 赶紧跑去看什么情况 姜池有医护经验的 他立即指挥道 周围人散开 我这才看清 倒下的人是韩思思 我赶紧翻看他的小包 果然有素孝就新完 快给他吃这个 他有心脏病 姜池的水平毕竟有限 我打120 姜池做简单的急救 韩思思稍微缓过来点 姜池抱着他冲去医务室 我在后面帮他拿包拿手机 短短几分钟 过得像一辈子那么长 韩思思被救护车接走的时候 我们的心还都揪着 这是我人生中 第二次离死亡这么近 我真的很怕韩思思会死 站在原地腿都在抖 姜池也累得满头湿汗 他看到我魂不守舍的样子 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安抚道 没事的 没事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听到他的声音 我才想找回了自己 晚上我做梦 梦到爸爸妈妈还有舅舅了 他们这次没有愤怒的 指着我的鼻子骂 都怪你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们根本就不会死 而是笑着对我招招手 我要去追 却怎么也追不上 凌晨我惊醒 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头 点开辅导员的微信 我颤抖着打出 老师 韩思思没事了吧 辅导员立马回复 放心吧 刚脱离生命危险 在医院休息几天 就能跟大家一起上课了 你快休息吧 我把辅导员的消息截屏 给姜池 想不到姜池也没睡 他快速回我 安心睡觉吧 第二天一早 挥别叫关 我们坐上了回学校的大巴车 我有点晕车 可惜没挤到前面去 哎 我偷偷叹口气 这下抢不到前面的座位了 想不到 我上车的时候 前面还有一个空位 看到座位旁边的人是姜池 我压低茂严 尽量不笑得太明显 姜同学 我可以坐在这吗 我假惺惺的开口 姜池居然若有所思起来 就在我要往后走的时候 他把我拉到座位上 可以倒是可以 但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姜池真的好幼稚 条件居然是让我跟他一起听歌 而且他明明有蓝牙耳机 故意放起来说没电了 只能用有线耳机一起听 一开始同学们还在大巴里对歌 接歌 过了一会儿 都安静睡着了 听着姜池手机里的音乐 我也昏昏欲睡 中间几次颠簸惊醒 看见姜池靠在我肩膀上睡得正香 我也就安心下来 他的睫毛真长 阳光落在眼睫上 头下一小片可爱的阴影 突然四季一个急刹车 姜池的嘴唇从我的耳边划过 我僵硬的不像话 看到姜池逐渐红润的脸颊 我测过身不给他当支架了 哼 他根本就是在装睡 经历了艰苦的军训生活 我们终于回到天堂般的宿舍 昨天不觉的 回去了才发现 自己身上被蚊子咬了很多个大包 这或许就是看萤火虫的代价 想到当时姜池的样子 我不自觉的弯起嘴角 我去 谁这么狗 站老子的床位 赵小静嗷一嗓子 吓我一跳 赶到屋里一看 原来我们还有个室友 就是韩思思 想到韩思思心脏病发 脸色苍白 倒在地上的样子 我拍拍赵小静的后背 他身体不好 住上铺不太方便 我刚好是下铺 咱俩换一下吧 赵小静还是有点生气 换就换嘛 我也不是不讲人情的人 但换之前 怎么也得指一声吧 说完他搂住我 搏击一嘴 还是我们家烟烟好 这两天社团招新 百团大战 室友每天都不找寝室 而我因为肩负了 给江池包水的重任 直接被他报名了 篮球社的经理 我也不想加入太多社团 于是宅在寝室刷具 突然传来有人 用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以为是赵小静他们 开口道 我在寝室呢 门能直接开 想不到回来的人是韩思思 他也没想到 我会在寝室 有些尴尬的 下意识把手放在胸前 可我还是看到了 他胸前挂着江池的胸针 军训慧眼 江池他们获得最佳表演奖 他们班长 我问辅导员韩思思的情况 还担心江池不知道 说不定江池比我知道的还早呢 心里有些发酸 我也隐隐期待是不是误会 可我不敢问出口 我又要用什么身份问呢 万一是我自作多情 以为江池对我有好感 但其实他对谁都这样好呢 好看的男生是毒药啊 寝室里的气氛一时间很尴尬 好在我的手机来消息了 经理妹妹 一会儿篮球赛 记得来送水 江池还是一如既往的油嘴滑舌 之前以为他是喜欢我才这样 还偷偷觉得很甜 现在看来 大概率是对谁都一样 我不过就是哥哥池塘里 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罢了 跟刚加上一个帅哥 结果微信里马上叫自己宝宝一样 呜呜呜 太下头了 本着契约精神 我还是推了一小推车的水 去篮球场 我是在生气的 可江池打篮球也好帅 每每跳起来时 就会露出一小节健硕的腰腹 只是看看就赏心悦目 突然就理解了 为什么找对象要找好看的 这样一吵架的时候 看看他的脸就不生气了 尽管感情上 我还是控制不住 自己对江池的好感 但理智不允许我越陷越深 无奈 我只能铁过头去看风景 我就一会儿没看场上 江池他们就被人踢馆了 是跟赵小敬斗舞的那男生 看起来也是个风云人物 周围女生偷偷议论 快看快看 踢馆的那个就是宋彻 高高瘦瘦 跟江池的眉眼有几分相似 气质更凌厉些 一看就不好惹 敢不敢赌一场球 他一个人嚣张地跟一个人叫嚣 论完他长臂一回 指了指我 赌注是他 我真是人在场外坐 锅从天上来 江池看了我一眼 神情里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看到他没有答应 我还是很开心的 我是人又不是物品 出于尊重 也不应该被当成赌注 宋彻却不管这么多 自以为帅气 好吧 确实也挺帅气的歪嘴一笑 不敢 宋彻看机降法没用 直接抢过篮球 开始打 你要是不来打 人我就直接带走了 无奈 江池只能过去阻挡 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 拳头不自觉使劲 江池 你可不能把我输掉了呀 两个人剑板弩张 拱手呼唤了好几回合 还没分出胜负 篮球场看热闹的人 也越聚越多 突然有人嚷嚷 快看 女神来了 你们猜女神是来看谁的 不是江池 就是宋彻呗 还能是你呀 我闻声望去 是身穿白裙的韩思思 停停欲立 走起路来扼挪多姿 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原因 皮肤也白得发光 在场不管男女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他吸引 等我回神转过头来时 江池已经跌坐在篮球场上 宋彻进球了 我下意识想过去扶江池 可韩思思却快我一步 所以摔倒是因为分心 去看韩思思了吗 想到这种可能 我心里酸胀的厉害 宋彻手指转着篮球 在我眼前一晃 还看什么呢 走吧 我一开始是想好了 要耍赖的 如果江池赢了最好 万一江池输了 我就耍赖不跟他走 可是现在 我只想离开篮球场 丢了魂一样 跟在宋彻身后 一路上宋彻问东问西 我没什么心思回答 嗯哦哦的糊弄着 你在听我说话吗 嗯嗯 要不要去游戏厅 嗯嗯 做我女朋友吧 嗯嗯 我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不好吧 宋彻撇撇嘴 现在又能听到了 他走到我面前 屈高临下的看着我 语气认真 我说真的 做我女朋友吧 只是这凶神恶煞的样子 给我的感觉 不是告白 而是威胁 见我迟迟不回应 他咄咄逼人道 你看 你没有男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小爷我又长得这么帅 你不吃亏的 我用关爱傻子的眼神 看着宋彻 这孩子 好像有点不太智慧呢 或许为自己 刚刚的小学生发言 感到羞耻 宋彻的脸上 难得抹上红韵 声音也柔和许多 还是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这个拒绝理由 我用过好多字 可这次想到喜欢的人时 脑子里自动浮现僵持的样子 我微微叹息 我想我是真的有点喜欢僵持了 你呢 为什么要做我男朋友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吧 我没按场理出牌 把宋彻噎得愣在原地 刚刚在篮球场受的刺激太大 加上赵小敬对他印象还不错 一时间大意了 被套话这么久 眼下理智回笼 宋彻不合常理的行为 勾起了我的好奇 宋彻挠挠头 僵硬地说了句 可能 也许 大概是因为一见钟情吧 说完他自己都不信 眼神躲闪 不敢看我 我呕了一声 没有继续为难他 转身进了路边的药店 买了点纱布 点符和消炎药 姜池刚刚受伤了 这些应该用得上 我借口回学校拿东西 宋彻非要陪我一起 路过校医院门口 刚好看见姜池 被韩思思掺着出来 看见我 他们俩都愣住了 韩思思还不好意思地缩回手 我下意识把药放在身后 不等姜池开口 我扭头对宋彻说 走吧 宋彻一头雾水 啊 不是说 要带我去学校附近新开的游戏厅吗 游戏厅内 我跟姜池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理谁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跟宋彻的两人行 突然就变成了我 还没来得及说宋彻也在 他那头已经疯疯活活挂到电话 刚到游戏厅门口 又碰上姜池老神在在地靠在墙边 左脚脚腕上还绑着白色的绷带 看见我们 姜池一脸阴沉地挤到我跟宋彻中间 大言不惭道 让一让 让你个大头鬼啊 路这么宽 非要往这几 赵小敬跟宋彻两人那时舞王见面 分外眼红 霸占跳舞机 凭借精湛的舞技 再次迅速成为人群的焦点 别扭的小心思还未消散 我莫名不想跟姜池待在一起 起身认真观摩小情侣抓娃娃 男孩看起来有点笨笨的 抓了好几次都没抓到 最后一次抓到了 工作人员帮忙拿了个玩偶出来 女孩依然笑得一脸娇憨 想要 姜池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 在我头上发出疑问 我点点头 走到娃娃机前 快速转动游戏感 夹子旋转摆动 落下挂住标签 一个娃娃就被抓出来了 我下意识看向姜池 刚想炫耀 就看见他抓了个更大的出来 姜池捏住玩偶的脖子 笑着朝我晃晃 于是 纷争开始了 我们从抓娃娃 到推币游戏 到大富翁赚小票 比试了一圈 也没分出过胜负 倒是给赵小静和宋彻 赚了一堆跳舞币 宋彻一脸难以置信 干 我去游戏厅从来都是送钱 第一次见到从游戏厅赚钱的 你们牛 姜池从口袋拿出一个游戏币 弯着眼睛问我 不然我们用游戏币 正反面定胜负 靠运气啊 我摇摇头 不聊 我运气向来不好 从小到大放学 没让人接过几回 偏偏那天就出了车祸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高考却考杂了 买东西排队排到我时 东西总是刚好卖玩 看见我失神 姜池揉了揉我的头发 没关系 我运气好 我帮你选正面 说完 他把游戏币弹到空中 游戏币转啊转啊 突然被他拍住 他张开手掌 竟然真的是正面 林烟 你赢了 姜池笑着宣布结果 把游戏币塞进我的手里 游戏币上还有他手心的温热 烫得我心肩一颤 那一刻我握住的 好像不是一枚硬币 而是过往所有的遗憾 夕阳透过窗户罩在姜池身后 阴晕起一圈温暖的轮廓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 却心动不已 尽管关系缓和 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尤其是当晚启示卧谈会上 韩思思大大方方说出 自己喜欢的人是姜池 而且他太坦荡了 坦荡到直言 我知道林烟也喜欢姜池 但我不会让的 哦 又是一个不免业 我好像天生就不擅长处理各种关系 跟所有人都交好 如果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宁可自己吃点亏 也想维持表面的和谐 第一次这么赤裸的处于竞争关系中 我很是无所适从 整个宿舍当晚都静悄悄的 但我知道大家都没睡 手机小屏还亮着 突然微信弹出姜池的消息 你以后能不能离送车远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 吃醋了 为什么 我在内心悄悄祈祷 僵持 请跟我告白吧 只要能确定你的心意 我也不会退缩的 对面久久没有回应 梁久 他回复 具体的我没办法说 但送车他绝对不是真心喜欢你 心一点点变凉 我把自己缩进被子 高中时 我喜欢过同桌 他对我真的非常好 给我讲题的时候 假装笑话我笨 给我带早餐 帮我接水 帮我执日 是比对其他女生好很多的好 不只是我 班里同学也默认 我们高中毕业后就会在一起 我们之间的关系真实存在 只差一个正当的民意 后来 班里来了个漂亮的转笑声 同桌当众跟他告白那天 我就站在人群里 我清清楚楚的听见他说 我从来没有过女朋友 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 所有人都在看我 我把指尖掐进肉里 自嘲地笑笑 确实 我连他的女朋友都算不上 跟僵持相处了这么久 我不是傻子 我能感觉到他的喜欢 可是我不敢确定 因为受过伤 所以如果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确定的答案 我很难再向前迈出一步了 我把被子蒙过头顶 跟自己生气 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影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全世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做事总是想东想西 犹犹豫豫吧 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上选秀大课迟到了 从后门偷偷溜进教室 刚好看见僵持跟韩思思坐前后桌 我赶紧在后面找了个位置随便坐下 心不在烟地上一节课 老师留的是小组作业加pre 因为我去的比较晚 错过了自我介绍环节 跟大家都不是很熟 最后老师让没有组的同学 自动成为一组 你懂的 都是些社恐和被剩下的同学 为了方便交流 我拉了个群 然后从小组讨论 到方案制定 到分工 我在群里说话 根本没人理我 除了一个昵称是小木的同学 偶尔回应回应我 也许是因为他的昵称 跟我在游戏里的名字一样 我对他也有莫名的好感 这门课的分数 是要算到总成绩里的 我想拿奖学金 得尽量拿高分 所以我只能每次 把方案PPT和进度扔群里 刚好可以用小组作业做借口 躲着僵持 想不到僵持居然堵在我宿舍门口 林烟 你是不是最近在躲着我 啊 没有啊 今天我还要演示PPT 我先走了哦 说完我跑着去教室 今天是小组展示 在群里动员了半天 也没人来 我只能自己做 自己讲了 看到其他组的同学 好多内容都是直接拼凑的 并不连贯 或许这个作业小组一起做 未必会比一个人做的省心 老师到底为什么 要这么折磨自己的学生呢 我们小组是最后成立的 自然也是最后一个展示 韩思思小组是倒数第二个 他刚打开PPT 我的冷汗刷就冒出来了 没事 封面一样 说不定是用的差不多的模板 我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 可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PPT都一样 我慌了 只能看见韩思思笑着讲解 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韩思思展示的很好 台下的老师同学都在为他鼓掌 耳鸣了好一阵 终于听见教授问 最后一组同学 最后一组同学来了吗 小组成员平时不卖力 这个时候 起刷刷盯着我 之前一直找不到人 现在倒是一个个在群里 爱吐我 快去呀 你怎么还不去 再不去 我们就没有分了 看来他们根本就没看我在群里 发的PPT 一点都没发现 我们的PPT已经被人讲完了 老教授也有些不耐烦的催促 再问一遍最后一组同学 再不展示 全案零分处理 我挤背僵直 手都在抖 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 老师 在这 僵持突然站起来 拿着U盘走上讲台 内容跟我整理的差不多 只不过又增加了今天 Nature杂志刚出的新观点 看得出来 老教授听得很满意 演示结束 僵持落落大方道歉 不好意思李教授 因为临时想加入最新的观点 所以迟了些 老教授鼓掌叫好 一脸欣赏的看着僵持 好很好 意外的 我们小组获得了最高分 下课 我去跟僵持道谢 谢 谢你 僵持拿出纸巾擦擦我额头上的汗 安慰我 都是林烟同学前期资料准备的充分啊 可是你不是韩思思他们组的吗 糟糕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问出来了 僵持拿出手机 点开我们的小组群聊小木的头像 我在这 僵持撇撇嘴 感觉你最近都在躲我 害怕你不想让我当组员 只能用小号偷偷混入 第一次被人这样认真对待 我现在能确定僵持的心意了 想不到还能英雄救美 怎么样 哥哥是不是很帅 僵持还是一如既往的吊锒铛 但我破天荒的肯定到 是挺帅的 天然刻傲娇 一下子把僵持搞得不会了 害羞的脸都红了 还假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走吧 僵持拉着我往教室前排走去 干嘛 帮你讨回公道 僵持拽我来到韩思思面前 直言不讳 你刚刚讲的PPT是他做的 韩思思脸上的震惊转瞬即逝 他一边收拾书包一边质问 证据呢 我不能因为你的几句话 就质疑我的组员 原来韩思思只负责展示 并不参与制作内容 我们将两个小组的组员进行比对 最终锁定我们小组里一个不明身份的人 跟他们小组负责制作PPT的人 是同一个 王雪 大群里总是负责统计信息的那个王雪 宝贝 我们只是刚好撞了选题和PPT模板 如果你觉得像的话 我道歉 王雪理直气壮的发言 把我对得一愣 可是你这么明明就是一模一样的呀 我把之前发群里的PPT 和他的PPT拿出来一起比照 王雪看证据确凿 带着哭腔 委屈着看向其他同学 你们组已经得高分了 还要怎么样 一时间 不明真相的同学 纷纷拍照小声议论 怎么回事啊 没看到吗 欺负人呗 我气得浑身发抖 话也不会说了 僵持握着我的手 站在我面前 想为我出头 却被韩思思拦住 别冲动 你们俩先走吧 这件事我会解决 一时心事叹乱 被僵持牵着手走出去好久 我才发现 手心里都是汗 分不清是僵持的 还是我的 偷偷看向僵持 只看到了他通红的耳垂 很是可爱 你喜欢什么味道的 僵持从兜里拿出两颗糖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不开心了 我认真挑选 我要葡萄味的 僵持却把葡萄味的糖纸撕掉 放进了自己嘴里 给了我一颗草莓味的 哼 幼稚鬼 学校操场的看台还没开放 僵持看到我眼神 不时往那边瞟 他打了个响指 邀请道 想都想上去看看 我眼前一亮 真的 僵持从旁边找来破桌子椅子 扶着我走上看台 偷偷做点不让做的事情 真刺激 僵持你看 好开阔呀 大半个操场 在看台上一览无余 我深吸一口气 空气都变得清新起来 好半天他都没回应 我一扭头 看见僵持正认真的看着我 身体也稍微有些紧绷 突然他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 打开 里面是军训时他获得的那个凶针 你先别说话 听我说 僵持堵住我的嘴巴 眼睛里的光就要一出来 带你去看萤火虫那天 我就想跟你说的话是 我是嘟嘟 我喜欢你 希望你能做我的女朋友 说完他低头弯腰 把凶针取到我面前 小小声解释 那天就想送给你的 后来就寒思撕掉他那里了 可我的注意力全都在嘟嘟身上 我从初中就玩一款休闲重地的网络小游戏 嘟嘟是我唯一的好友 后来各种竞技类游戏抢占市场 玩那款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少 游戏日志慢慢变成了我的少女心事 被同桌伤害 爸爸妈妈还有舅舅的车祸 这些无法寻求安慰的事情 我都会在上面分享 嘟嘟跟我同病相连 他的爸妈离婚 他跟弟弟感情很好 却被迫分开 就这样 我们两个小孩子互相比惨 给彼此安慰 当他抱怨自己的爸妈总是吵架时 我就会说 有的吵已经很不错了 我都没有爸妈了 当我为父母的去世伤心时 他又会说 我想他们会永远恩爱下去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文字真的有力量 施法者是嘟嘟 再后来学业繁忙 我也越来越少登陆那个游戏 最后一次好像发的是 唾姐被雪糕刺客攻击之法 告诉店员来那个了 不能吃凉的 所以第一次见面 买雪糕的时候你就认出是我了 姜池红着脸点点头 但那个时候还不确定 后来跟你相处一点一点 慢慢确定的 我打开手机登陆游戏界面 看到嘟嘟的回复 如果我在你面前 请把我认出来 想到姜池为我做过的点点滴滴 我的眼眶突然湿润 我向前抱住姜池 在他耳边轻声说 对不起啊嘟嘟 才把你认出来 姜池愣了一瞬 回抱住我 也对不起你啊小木同学 我明知道你那么缺乏安全感 但因为各种事情 还有我自己的胆怯 告白拖了这么久 晚风轻轻吹过 姜池温柔地看着我说 你知道的 我对爱情和婚姻 不抱任何期待 但因为是你 我又有期待了 所以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好 我听见我的心声 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全在说 我愿意 少年还很青涩 动作也并不娴熟 姜池侧过身体 他的睫毛很长 落在我的脸上 好像羽毛划过心间 气氛正浓 或许此刻该有一个吻 可我们两个都太羞涩了 唇瓣刚刚靠近 下一秒 又脸红心跳地躲开 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安静又有些尴尬地回去 姜池先跳下看台 然后他把破桌子搬走了 我要怎么下去呀 我有些慌了 姜池笑着张开双臂 跳下来 我接着你 我做好心理建设 看好姜池的怀抱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果然被他稳稳地拦腰抱住 我刚睁开眼睛 想让他放我下去 下一秒却被稳住 视觉安静地 只剩我们的心跳声 过了好一会 姜池才把我放下来 我害羞地不想讲话 他却突然在我耳边小声问 甜嘛 是你喜欢的葡萄味 晚上刚回寝室 就收到了姜池在朋友圈的官宣at 照片是他的手机平保截图 上面是我们一起占军资的照片 配文 草莓味 我的最爱 赵小敬和寝室长又嗑了好久 韩思思却一直没回来 正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他给我发了消息 兄真的是 对不起 我今天回家住 跟寝室长说一声 不用担心我 韩思思应该知道 我跟姜池的事了吧 我叹了口气 姗姗简简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回了个好 韩思思主动跟教授坦白 王雪倒用了我们小组的PPT 证据确凿 教授很生气 取消了他们小组的成绩 对于事不关己的同学而言 吃吃瓜就过去了 但是他们小组的其他同学 对韩思思和我简直恨之入骨 韩思思回寝室的时候 眼睛红红的 一看就是哭过 不知道是因为被其他人阴阳怪气 还是因为僵持 思思 你这么做没事吧 韩思思笑得坦荡 本来就是王雪的错误 本小姐有什么事 你不许因为僵持可怜我 她细细鼻子 下巴仰到天上去 大不了本小姐重修这门课 林烟 期末考试 我是不会让着你的 赵小静走上前 揽住我和韩思思 爽朗开口 思思 想不到你还挺可爱的吗 韩思思笑得很开心 嘴上却嫌气道 去去去 把你的脏爪子拿开 还有 你们不许因为我的病 就什么都迁就我 忍让我 我要你们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我 真的 赵小静朝我们使了个眼色 我们迅速团成一团 找韩思思的养羊肉 那一天 602寝室里 哀嚎和欢笑声不断 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 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的贫困生申请表 被别人拍照发网上了 本来不知道我家境的同学 走在路上 也会对我投来同情的眼神 就是他 父母都车祸死了 太可怜了 用脚趾投降 也知道是王雪干的 但我并不在意了 我已经不是 从前那个缺爱的林烟 我有朋友 有爱人 也有慢慢长大的自己 心中的愧疚 在复杂的爱意里 慢慢消散 我早就知道 那场车祸只是意外 不是我造成的 前段时间舅妈再婚 还给我打了视频电话 她老了很多 还是那么泼辣 挂断钱 她说 燕燕对不起 舅妈不怪你 舅妈当时就是太难过了 以后有事你只管来找舅妈 舅妈永远是你的亲人 我也很久没有做过车祸的噩梦 人啊 总是要向前看的 晚上 我 僵持 送车还有赵小静一起吃饭 吃到一半 驾笑的小哥来推销 赵小静拿着船单看了看 问我 燕燕 要不要一起报个驾笑 我对车还是抵触 无奈的摇摇头 送车给了赵小静一个暴力 驾驶大力气小那种 赵小静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 林燕姐对车辆过敏 你不知道啊 托米疗法懂不懂 再说了 我哪有您蠢啊 怕哥哥受情伤 去劫胡嫂子 僵持拉住两个半嘴的小朋友 看着我说 没关系 你家有一个会开车的就行了 说完他从椅子后 偷偷拉住我的手 放在手心上妈撒 既然意外无法避免 就让我们珍惜 每一个普通浪漫的夜晚 完结洒花